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章二十一节其实已经有同样的教导 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所以三章二十一节呢还特别的指出 如果做父亲的惹儿女的气 那容易让儿女失去了志气 那什么是惹儿女的气呢 那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搞到小孩生气了 那我们现在知道孩子生气了呢 就更难听进你的教导 所以面对孩子做错事 或者是面对我们认为孩子需要调整改变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所用的方式 我们要思想我们用的方式 是真正在教育儿女对她有效的方式 还是只是在发泄我们的不满 然后引起两边的对立 那我们要思想什么情况会让孩子生气呢 例如用太强烈的激将法 或者是用一些话不断地打击儿女 质疑儿女 让孩子会感觉自己永远都不够好 那又或者是我们过度地发作我们的怒气 或是让孩子感觉到明显的偏心 甚至于处罚的不合乎比例 那这些都会容易让孩子生气之后意志消沉 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做父亲的 要谨慎 就是不要让儿女失去了志气的原因呢 是因为弟兄面对自己的情绪 往往他发出来的反应 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生气 或者说是愤怒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愿弟兄无愤怒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那你会发现这个弟兄呢 难过的时候也生气 沮丧的时候也生气 失败的时候也生气 面对跟别人意见不同 沟通不良的时候也生气 男人常常所有的情绪呢 到后来只剩下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生气 所以弟兄要特别谨慎 自己里面的愤怒 要学习有效的沟通 那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的教导 就是对待儿女 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 那教训的原文字意 是教导训练指引 那警戒的原文字意 是警告告诫规劝 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教导儿女 不是按着自己对儿女的期待 而是要照神所教导的真理来教导 训练 训练 告诫 规劝 我们要用这些的方式来教育儿女 有一个重点 叫做培养她们的性格 因为养育 它的原文不单是提供身体上的需要 也包含性格上的塑造 那么父亲对待儿女 确实是需要有权柄 能够告诫规劝的 并且也要有智慧 能够教导训练 但是我们却要提醒自己 要学习如同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不轻易发怒的 是有恩慈 有怜悯的 我们也要学习 不轻易发怒 怒气发多了呢 很容易就变成惹儿女的气 我们要晓得要让爱 成为权柄的来源 我们期待能够有多少的权柄 我们就需要付上多少爱的代价 那我们也会看见 在现在的世代 确实父亲要有权柄 好像比以前要更加的不容易 那当然这有很多的因素 包含社会环境的变迁 父亲扮演的角色 并没有很好的调整 调试开来 然后还加上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 有很多家庭的悲剧 他的一个源头 确实是做父亲的 做丈夫的 他没有好好的去承担 他的这个责任 以至于整个家庭就产生了 很大的困难跟伤害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这个环境 我们就需要理解 那么在现在 父亲要拾起 要拿起教育儿女的权柄 确实是需要付上 比过去更大的代价 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儿女 从我们的身上得着帮助 我们期待 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 都能够成为儿女生命的祝福 甚至于让儿女感觉到我们是他的骄傲 那我们对于自己 是怎么样子在生活 怎么样经营我们的人生 怎么样子来经营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 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动力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改变 更新 那么现在的世代 虽然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到劝戒他成为神所能够使用的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让我们每一天 来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 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父亲 成为更好的母亲 祝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